Li長 我再跟你請教一下 什麼是中二區 我們還沒有到中二區 解釋再解釋 黎明不斷往里長服務處跑 因為不知道自己的居住地 是不是已經被新北市 列為中越里 會比較小里比較小 我們就盡量不要去那個地方 才能把這個疫情翻證下去 不公布當然是會很害怕 因為走到哪裡都是地雷區 一定要公布 所以說因為我們長期在外面的人 一定是比較不會有任何的染疫的問題 二號當天新北市公布了七個行政區內 有二十八個重熱禮 鼓勵黎明前往快篩 不過資訊不透明 反而引發恐慌 也導致黎長跟明代 天天電話被打爆 基層又夠無奈 從第一天到現在 應該接了一兩百通電話 就跑不掉 平均的話大概三四分鐘四五分鐘 就會有一通電話進來 那你在不宣布的情況下 搞得人心惶惶 這樣不是更麻煩嗎 那這個也是一個防疫的破口 從左消息又不跟我們講哪些是重熱禮 從門如果去執行 經過這些重熱禮 結果不小心確診的話 回到那個福建單位 繼續公開 同樣站在第一線 執行遠景也不知道重熱禮 在哪裡 同樣非常不滿 不過新北市府至今堅持 重熱禮 由禮長通知 不會公開宣布 為什麼沒有公布禮的名稱 因為怕被標籤化 禮長一管播 其實每一個禮民都知道 鼓勵大家 都出來做 後遺再度喊話 要重熱禮的民眾 競速快篩 但不少民眾連自己的禮 是不是重熱禮 至今還一頭霧水 新北市疫情嚴峻 是否不公布匡列的重熱禮 到底有哪些 反而讓民眾喊基層有更多疑慮 三連